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艾民和三位KOL的第一次解校就完結了 三位正式踏上學習投機之路 他們會由5000元美金模擬倉開始 再加多三堂手拖手補習班 最後會有些甚麼成績 我们应该假扮半认真地搞笑 好了,三位他们已经由零开始踏上投机之路了 我们现在就一起看一下他们四个星期的表现 想问一下师傅你觉得学习投资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呢,很多东西都忽略的 是先儲了子弹 说真的,你没有子弹的话 找了升一百倍的,会飞的 那你也是责一元 第二呢,最重要是怎样都好 多简单都有一个系统 开始跟着执行,慢慢把它改良 那你就会承认的了 好,那黄叔有没有普通呢? 其实呢 行了,明白了,明白了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他们这段时间表现如何 去片 几天前我们就跟艾文上了第一堂的投机術 看看如何去图表分析那些 今天就是我第一次记录在我家里 如何去训练,分析一些图表的 第一次 的而且确呢,我对投机,期货,黄金,恒指那些 我完全不懂的 真的有一张白纸,看看可不可以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进步 第一天的拍摄和上堂呢 那我就觉得,是有点复杂的 这件事 但是呢,就令我更加有兴趣 就绝联下去了 艾文呢,都真是用心入钱出的方法 去将一些很复杂的道理 尝试去告诉我们 我是想学投资,学投机 这件事,苦难很久了 但是,一直给工作 或者学了其他东西去纏绕 没有真的找课去散 或者没有很努力去研究 所以,我现在是超级兴奋了 要做这件事 继续学习 1633 34 34 36 第一课呢,就已经拆解了 但是,为什么 我现在要开始上课了 哈哈哈 理论啊,很多的词词 其实不是识得多 视频到这里,我想说 老师说的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都要少少时间去消化 始终图表,数字 对于门外看来说 有趣,但是,都要花少少时间了解 没有装备,都不是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我们其实是分市场呢 哦,我们继续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你首先要有一个系统先学 就是,可能是看书 或者是看我们的视频 你有了这个系统 你才可以去practice 要不然你看一万张图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的 就像你打乳无球 你学会抓牌,步法 但我不建议,全都学了 有些人在另外的团队 全都学了 超级 paper trade 都不想战场 你一不放一块钱,你不欲痛 又不兴奋 又不兴奋 是学不到的 对, exactly 写了一个小小的mission 给自己在第一次的训练 要完成的 主要是图表分析 就看它的trend 要找出支持阻力的界线 和看它的黄金比例 就是0.618 现在应该是准备横行 有了,真的横行 真的想上落 就是现在这一刻的situation 我们看小一点的话 45分钟 它都说 上上落落 我想这个是适合 前面这样的这个 trend 它的trend 就是在上升 对比之前的高低位 都很明显 不知道什么 看它的样子要破多下 上落再破 接着呢 就找支持阻力 去确定自己是否倾向它 去买升 还是买跌 可以 很清晰 我会不会很快就给所有东西 艾文 是有文有老 有文有 很厉害 有step的 而且它懂得找笔记 用今天的情况 在笔记 抄抄那个位置 你才可以搜索到 之后做什么的 有时候就是整个笔记 给了它 看笔记是明白 但到实战的时候 它不知道要缺回笔记 去对这件事 现在是穿头破脚吗 女神 投资大作战 女神就算了 投资大作战是真的 我对投资 投机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这个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新的知识 艾文sir 他跟我们说的 虽然都是说一个实质的操作 图表 指数等等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心理质素 心理想法 会是怎么样 要手 不一定要是 眼睛是公公公公公公公的 要有一个 好准备的心理 保护自己的资金 是否去到这里就停 还是去到这里就停 要做的就是 清楚找到他们的黄金比例 我也知道艾文老师教我们 如果要做这些事 就不可以为首为力 但是我没有信心去做 但是我没有信心去做 是否继续投资 最大机会是他 最大机会是他 没人答我 我会是在脑子里面 自分自答的 真的会的 你看升和看跌 两个人在那里对陷 左右不拼 我经常说 你一个看升就看跌 那经常说 你没有说过 其实你做升就要看跌 做跌就看升 用来止蝕 赚那些有什么 没有人会害怕的 但是配汽箱就一定的了 完了之后再配威士忌 我去配咖啡 唉 随便吧 咖啡还是威士忌 真的没你们这么好戏 我还是看看配面包的异常 一堆图表呢 好头痕 我们看看 那个趋势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M字 好难啊 不要紧的 办法总比很难多 不知道啊 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 那我们就来到第一堂的Zoom 那我们上个星期 就讲了基本的 墨记加大 谷得来 还有Step 1 Step 2 Step 3 去看方向 看位置 看切入的方式 这一堂就跟进 大家有什么 在学习上遇到的疑问 或者有什么难题 我上个星期 全程都觉得是很难 我想我们可以成功找到 支持阻力的位置 还有黄金比例 就是说原来是真的啊 用一个非常神奇 完全不知道在哪一个点开始 就是看到图你讲的Theory 我听就听得明白 但原来在Application上是 是 没错 很认同 是 还没听得明白 我回看了几次 就是你的教学片 和自己多些Notes 那头一个星期 还有很多未明都很正常的 暂时看来 找到支持阻力 这一点就会好一点 第一个就是 时空处理的问题 就是会问 究竟哪个time frame 去找 这个是我们第一天 见面拍片的时候 我估计它上升 估计就是上升到 这个是第一关 因为这个是前提 所以其实它就trigger了 第一样东西 Step 2 位置 到达阻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倾向 想买跌的 我会不会等这些讯号 所以刚才你见到我多次示范 其实都是想你了解这件事 我是因为见到这样 有一个这样的原理 然后见到这里 出现了这些讯号 所以我就要做了 如果它变阻力 那个range 都这么阔 这里很阔吗 这个位置 这个红色线这个位置 它前面的支持就会变阻力 很阔啊 很阔啊 这应该是说 打环很阔 不是打直点数很阔 我也觉得是 纯粹它支持 如果变阻力 这个区域你明不明白 你明白 你当你自己好像 就好像等价 介绍它现在 一直都未到的时候 你不用理它 到达了这个位置 知道还要关注它 我就会开一个 小一点的time frame 去等那些条件出现 那譬如 step 1 是叫你找趋势 还是横行 判断方向 step 2 就是找个位置 就是找个支持阻力 到step 3 我们才会等那个 麦记加大 又或者是高得耐 这些条件去做操作 那这个是一个有步骤的思考 如果你是技术上的问题 其实真的不用怕 因为你只要你真的喜欢 你慢慢慢慢都会懂 但反而一些观念的设定 就是你自己的脑部 对于投机炒卖 这一件事 正确的观念 才会影响你之后 怎样行 譬如风险重于回报价 你要去根据性思考 不要说你觉得 你说你想买碟 你见到阳烛你就怕 这些观念就要拔走它 要知道我们是因为 一层一层的推论 就像扣楼 如果我扣错第一个楼 就是我找错这个区域 就麻烦了 不会麻烦的 你最多做不了 你不会输钱 就是你找男朋友 都不一定 所有条件都是完美的 你都会一起的 对吧 但有时候有很多因素 例如到位置 就等于到时机 你刚好进入识分年龄 你想去求偶 你就自然去找男朋友 这个位置 就到特色当的位置 我就要等买跌的讯号 有时候真的没那么漂亮 都要切入 试一下 不可怜 其实我常常说笑 炒业和做人一样 你做人其实都是这样 你要有根据 想法 动机 同量的 接着就算风险 知道风险可以自己接纳 那就是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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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星星跌跌 或者你害怕 那些就无关事 因为市场都会自己走 所有的投资 或者投机 其实一定是第一个想想风险 你要计算数 你可以输到多少钱 我在今次这个项目为大家定的 就是用回投机界经常用的2%率 性率就是我们 赢率就是我们 赢率就是刚才风险回报比 就是你一元换多少钱的概念 刚才你说有没有多些交易 有没有多些机会 那样的其实就是频率 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去黑球一些频率的 就是一个周期 其实它自己就会出现的 它一定会游市场 会看到是一小区人才会赢钱的 那你想赢钱 你就不要学一般人这样想 那你要怎样想 你就是要跟随你的计划 有根有据去做你的东西 那就行了 挺有趣的 我觉得它三个就是刚巧 就是三类人 很截然不同的style 在学习投机交易这件事里面 Renee是那些很好奇 很想玩 挺有趣的 这个方式的学习训 我觉得很好 对一些东西的好奇心 其实会看到是你学习的第一步 Candy就是 我之前的背景好像说 他也有买股票的经历 可能他之前也会有这些买卖的经验 但是他这些买卖的经验 其实不是根据性思考的方式去做买卖 令到他这个记忆或者这个经历 他会觉得买卖就好像 我想赢钱 好像过大海 我明白的 这是人性来的 正常不过 如果你要变成trader的话 我们是根据性思维这样去思考 以臣的话就是 他是很认真的人 其实你会感觉到 思考完才去问问题 很多位置都会摆在自己的思考上 如果你想在一个领域 去到一个真的做得很好 这个特质是很重要的 会有一个小小的 一开始的问题 就是会 很多时候会不敢做 我觉得我想做到的事情 是我想了 我需要再试 因为始终实践经验 实践也需要一开始的跌跌碰碰 他觉得我想了这么多 我为什么还是错的 一开始就会很不开心 只要拔走这些就没问题了 就是你想了很多东西 其实是优势来的 你只要很善用这个天赋 其实你会很好的 知道你的性格一定有一定的优势 那你将你的优势尽量放大它 但你也要知道 你这个性格一定会有些位 是你欠缺一些的 那你就会去补足那些位 第一个星期大家都还是练习阶段 加油啊 我想说 现在我再看多次的片段 因为我真的 很多都听到没有做不到 我突然想要读Econ 那时候 要整个red definition demand and supply 或者definition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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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培了定义 就有份的了 在电脑上 应该找到一个好的例子 但就没开始下盘 一会儿看是怎么下盘 我现在先看电脑 我这个星期实在太忙了 我这个很RAW的钟 已经是11点多了 我在第一次拍摄的时候 就说原来每一天 他可以用到一个钟的时间 出来练习 看图 去找一些出来 原来是非常奢侈的 为什么呢 我今天真是忙 就是 其实现在还在读书 因为我星期五 就是一个都挺重要的考试 完全 不要出个街 都没什么需要 我批评过了 考试 我就可以全力全力地 每一天 希望真的抽到一个钟 是60分钟 整整60分钟 看图 去找物技加大 去找谷德萊 而且呢 刚刚 这个星期六 其实就想 教了我们如何下盘 现在真的开始试试 试试了 我想快点试试试试 试试试 试试 可以试试 星期五考试 那星期六呢 就问Edmond 跟我们上第二试 Zoom的 希望到期时 就可以花多些时间了 这两个星期真的 完全搞不定 可能其他两位同学 就应该花了很多时间 我应该落后了很多 嗯 嗯 努力 山菜包 包包 是 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星幅 这个位置 然后去到下面呢 大概是 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就再看看 他的618 大概是这个位置嘛 黄金618 就在这里 然后那个支持阻力的位置呢 就是这里 这里 这里 这个位置呢 是有点像是 是不是叫谷得久呢 因为你看到它呢 有一点都是这样 上上落落 直到这里 这个位置 才有个大幅度的下去 那 我觉得应该是適合了 但是看最近的 今天 这样 那次要看这个位置 我儘管看看 能不能选到一些线出来 请问蓝色框架的是 橫行 但同时黄色线 算不算是 有支持和阻力 顶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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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答案就是 直接用这两条线 老师的说法是 如果在一个橫行里面 就是用最高点和最低点 做两条线的橫行 而中间那些是完全不需要理会 那我什么时候知道 那人不需要理会 其实这个阻力就是 这个阻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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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到 耳神 发了一些问题 然后就觉得 他一定很勤力 在看图 所以我都一定要 多累也好 都要拍一图 先练习一下 因为耳神 在团阻力上 所以艾文都立刻回应 就说 今天那个一小时图 其实是很清楚的 这个就是艾文间的 我就自己尝试找 都找到出来 这个就是 一小时图 根本都真的挺清楚的 那我再 研习一下先 懂滑线的女性 就好像懂打机的女性 有一种吸引力 嗯 不是懂 是喜欢打机 这个位置 因为它很小的幅度 我们可以看15分钟 试试这个黄金618 早一点的这个 应该都算是 它的支持阻力位 不过呢 有路 还有这个位置 就是它之前的支持阻力位 我不知道现在 一下子下不下盘 因为 好像还没清楚 它又没穿下面这条线 但它又没这样升 我就不知道它到底升 还是跌 不知道怎么下盘 这里应该算是一个 墨基加带 对吧 下来的力量 那这一部分 算不算是 谷得久了呢 是不是最后面 慢点 这堆是谷得久了吧 这里呢 6182点 那算不算是 失败呢 啊 好运动 我不用拉 不知道应该是哪一支拉 对了 这些行不行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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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 按键按键 但是 有钱责 那就不错了 不用说 大家用电脑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刚才不小心 在电脑上 这样按键按键 它自己帮我买了 我纯粹是示范的 我纯粹是示范的 就是刚才这个位置 买它 买它跌的 是示范的 然后用2%的风险 然后我按键按键 然后它赚了9元 10元了 现在 按键按键 但是有钱赚 这些不是传说中的 伸手运 那就第一个大事 我也是这样 其实它本身也打算做商店 它应该是 纯粹是 它想多想多想 它本身不做 只要按键 这个就 对了 要有系统 不会每次撞彩 撞彩撞到 是不是留意到 节目里面有我们的sticker 如果想得到全套sticker 只要大家一起答标 like这条片 和在下面留言 就会送给大家 第二次 就是和大家见面的时候 经历过这个星期 我觉得怎么都会 对那个图表 或者对那个价格 有些的认识 或者有些的感受 那现在就是跟进大家的进度 这个星期我们可能 有研习 或者看图的时候 都有在WhatsApp 可能发送一下 大家又回应一下 所以我觉得 初步找一些不同的方法 或者文记家大 或者那些波幅 或者那些波幅 那些走势 都是尽力了的 但是我还没有有空 还有还没有有信心 去做 我的感受是艾文的堂 是要不断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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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重复听才行 还有我有试过一次 逐个步骤跟着你去做 但原来不是 不能够 即是你意思是十战的时候 又想做回类似的事情 但又没有出现 对了 对了 我试到那个拉歌 0.618的线的时候 明明都在618那里买的 接着我设置在0 接着错了这件事 我觉得这些小事 纯粹是未熟练过工具 反而你对技术 对知识 开始感受到它有用 用得到就可以了 工具按错剂 一开始按一下 就不会再按错剂 好行的 上次不是说过黄金时间 但是因为我也在做东西 所以我用了其他时间 我都有照看图的 我亦都想尝试下购 然后我就试试一下 不小心按了按键 接着就很害怕 我都有在一个群组里问 怎样 我就好像立刻打给艾文 我说死 你立刻打给我 是啊李神打给我 大家羡慕不理 那次是 那次是吓死自己 然后他真的说 我怎样了 但我也是说 放心 Demo account 解钱 没什么所谓 应该按个交叉就没事 对了 他就赚了10元 这样也不小心赚了10元 你说炒东西多开心 不突然赚了10元 你是唯一一个有做train 还赚了钱的人 哈哈哈 不小心做了 没错 非常好 你就是唯一一个实践 按了按键 之后赚了10元 谢谢各位 暂时领先 每次看见那个时段 他都在类似支持了你那个位置的中间 中间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 我不知道我应该是靠估计 还是怎样 你应该的是等待 但那个时间也要留意 9至12 以及2至4 以大家行指 可以去操作的时间 因为最活跃的 黄金的活跃时段 其实是2点至7点 以及8点至12点 这个位置 假设有点力量 有一个黄金比率 就是刚才那些 一个绿色 那我们就会摆盘 在618的位置 指示 我们就放在下面 我们暂时预估 他那个目标 就是负一先的 但是每到前顶 那个0 272 618这些 我们都会关注一下他 又或者是选择地 吃一半 吃三成 或者是起码要将风险 推到他马上架 这个动作 要做的 原理上这个位置 你明白为何我们要这样 操作 就是保护风险 推一些利益 这个概念 当宏观和微观 你能够做到 灵活自由缩放的时候 你的视点就会很清晰 我们是先等了较大time frame 的支援阻力 到了 例如是日线 4小时 1小时 30分钟图 那些图画出来的支援阻力 到了 然后我们就转一个较小的time frame 例如是15分钟 5分钟 3分钟 1分钟 去等待我们的MG加大 和谷德代出现 试一下吧 下星期来那句当作玩 是解钱来的 感受一下交易的乐趣 就算你开不了窗 你下不了交易 你都会有你的分析 观察 这些观察和分析 其实都是养分 一定要多些所谓交流 或者我会叫输出 输出一些你的想法 你才会有进步 你唱歌你都要不断唱 你不可以平时 像我们的教授 你都要不断纯传认真 我就是一个不兴契的人 刚才看到很尴尬的样子 我就不会做 应该是少做 所以一定要试一下去做 你当这个经历 让你感受一下 trader的生活 来到第二个星期 似乎大家都还在学习阶段 但Renee是幸运爆灯的赢了 10元美金 好耶 今天考试 已经考试合格了 所以我就可以全力全心全意 看图 研究和温习 尝试下附设可以 不错了 不错了 只要开始练习 因为你只看 没有外隐私坦方式去做 你没想过就会有相对论出来 因为之前温书 实际上是很想一踢趴 所以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去了温书 现在就放心了 看到了 生财包 我原本以为这个是A5级 然后这个是上升的肤 又真的好像刚刚的 哦 哇 是 很瘋 试试 哇 真是怎么样 我中了一样的 有三个Action 我今天没有化妆 没有化妆都挺漂亮的 你老婆要 就是呢 我之前失败了 我就看到我是输了钱的啦 但我现在赢回有得啦 因为呢 我就在黄金这里 就看了一会儿的 然后就选了这618出来啦 看到呢 它在这个界线位的这个Area 终于触碰到那条线了 我就买它会跌 那它现在就跌了 好紧张啊 我现在应该要 是不是先剪一些部分呢 好紧张 剪了PASS 去做TRAIN 去实战 那下一步呢 就放少少钱 少少TONE 那就会增长得快很多 成长得 它画那些线呢 它是理解到 就是角左力位支持位 是一个Range 就是这个有少少嘉宾 嗯 时间话 那么快就去到最后一堂的补习班了 看看大家的表现是如何 先看图表啊 或者执行部署呢 都短短的时间啦 如果你用TRAINING CAREER 就一定很短啦 有什么的感悟啊 有什么想法啊 或者觉得投机炒卖好不玩啊 我下了两个TRAIN 暂时只下了两个 那第一个是输钱的 那没问题 然后尝试一下吧 初时落呢是超级超级紧张的 一分钟看一次啊 然后走走了 逼自己不要看 又回来啊 又在那儿看一遍 是阴足啊 什么怎么办啊 隔了半个小时 就逼自己不要看了 去睡了 第二个TRAIN 我又是凌晨啦 那又是 直接是HIT不到 反而HIT不到 我又好像没有 对啊 对啊 就是已经开始去到一个位置 宁愿他入不了 入不了不用想 入到反而要想 是啊 没错 我现在自己是很喜欢打波克 我们经常都说 做一个动作 call 跟这个动作大家都一样 但是一个TRAIN 怎样可以长期玩 都会做出好的动作 就是因为后面有根据 就是买升买跌 其实不重要 是为什么你买升 为什么你买跌才重要 因为这里呢 我就见到几个位置 都是列队 这里飞了出去 对似是45分钟这些 然后我就怀疑 你应该M字 接下来是618 对啊 618在那儿 然后我应该在这里 买跌 那他一直都HIT不到 就是你之后取消了 如果不是应该HIT了 你取消了 取消了啊 我觉得这里是最高位 然后我在这个时候 应该开始想买跌 我觉得可能我没什么耐性 去等 然后就强行 玩上一个位置出来 我就这样一望 我都会见到 这些TRAIN 它的价格的玩法 这里有阻力 这里很明显就是一个支持 是吧 它是一关关一关的打上来 下面都有一个 它的价格其实是这样 这里有个底 这个钉顶住了 清晰看到这里是爆了上来 顶住一下 上来 然后它又下来 这个重要的界线 然后它又上去 所以概念上 你都没有办法在这里买跌 要问自己 我做这个动作 是因为什么去做 其实所有问题 你只要把它 判断成成一个 你成长的机会 那就已经搞定了 它不是一些 会阻止你很辛苦的东西 太多的焦点 其实就会没有焦点 有一大部分的追求 是我昨晚11点进行 打算在这里买 这个0.618那一天 但我最后是失败了 就是我会想 我会是这样 向下这个行动去做这件事 但是 我会发觉 所有的方向是否错了 然后以神 我对它是一个 较为introvert的人 他会有很多的思考 问自己问题 他想把东西理清完 才做执行 这一类型 就是后面会开始发力 因为他在前面 太多思考 他相信行动会慢一点 这类型的处理我特别熟悉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类型 现在面对的就是 我们看到他可能会 会犹豫多一点 不确定多一点 但是他始终他坚持 都会确定的 我在这里买跌 然后之后我很害怕 你为什么会变他 这个位置 为什么你可以买跌 M字都未走完 你这一刻 我猜的 不能猜的 我们不猜的 我们看东西 你很厉害 你可以预测 你可以做引导身 不要这样 M字都未走出来 你还没出M字 你猜什么 你猜中 你猜中的 你猜中的很厉害 他就是傻头傻老一点 相对地好像不太想的 反而不太想 在短期就会见到识效 但他也会有他的课题 他开始做的就是很容易 分析完 618 就进去 很好的 玩法是完美的 切入点是一流的 但他面对的问题就是 之后就会害怕了 我又见到很多的箭嘴 哈哈 我见到非常多箭嘴 又感受到很容易 自贩当中 你拉到 干什么事 高频交易 但是很漂亮 我又见到这些价格周期 你见到很漂亮 又是支而阻力 又是618 然后又落下这些位置 是啊 我只见到618 跟前面又是 在1字的位置 这是我第一次的trading 我觉得这里做得很好的 你在这一段蓝色线前面的故事 你的头脑也是清醒的 你很清楚见到这里的阴足下来 你拉到618 你见到支而阻力 然后这里的红色战队 你卖掉 他去到这里之后你就害怕了 然后又有蓝色红色红色 我害怕 这就是你的私水混乱期 其实如果我第一次买了跌 之后不管他就可以了 是啊 马上喷钱 又说赢 你这就变成了女巫的思维 那些软狂大人 你就到处杀人 乱放火 就是这个时候 但你见到你的分析是没问题的 就是618 都算是好事 是吧 你可以这样想 我也觉得是好事 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做得好的地方 好像连续20个箭仔 你就见到这些就是 他的情绪有波动的一些感觉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他可能想的东西 又会被一般人少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东西 你一定要去动释这一件事 你知道自己可以成长在哪里 搞定他就可以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问题 就等于没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你如果没有问题 是不会的 只是你发现不了 市场 阴阳烛是一个很公道的地方 市场就会告诉你 你对你错 你分析做了 你对 它就会报价 你分析你做了 可能你输前 那就输前了 但是你有风险管理的 2% 然后你长玩 一定是会愧你的 只要你做好自己 Trading 是 career 它是长线 马拉松 所以现在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甚至乎三个月 三年又怎样 你读过学位 DSE四年 十几万 然后出到来 一个月平均都是2万多元 那为什么你对付 trading 这一个可以让你拥有高收入 高自由度 一个这么顶尖技术的行业 你觉得自己要用几个星期 就要加预它 那我不怕你拿着我自己 是米来的 对 当然了 不是说的 我想跟巴菲特哥一样 就是最好的投资 两点这样说 就是Invest in Yourself 你看完一本书 就会不会输的 就是看一本书 想到一个堂 对 一定会带一些东西 问题就是停下一个位 会不会应用出来 就是有输 有系统 输的时候 很容易把手指挤到对方 譬如你输了一场球 他扶子 他天使地任何 很简单 很多人想选择这个位置 但是很少把手指对着自己 自省一下 我觉得 但是错诈反而没有什么 反而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很多时候就是 你错了 但是你浪费了 你错过下的机会 就是你没有去检视交易 真的会浪费 就是这些才叫做真浪费 我输的交易是什么呢 我赢的交易又是什么呢 一路去优化 甚至一世都去做 但是我想是一路会增加胜算 抹阔盈利 但是我想跟举重一样 一开始会减得很快 增机会增得很快 那之后呢 其实会 但是慢点慢点 每个人都试过 只要你错限 是一个不会错到失性的一个金额 其实是好处 那看完了 那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呢 三个性格都很不同 应该是立即实战派的 看不到结果 Candy很好学 Eason老婆想清楚 才做一个行动 那期待三个之后的进步 好了 泰文最喜欢吃哪一只 我记得 我有得解释 是有个日本梅章 我们也有伤口 无法先口 近你试过遷就 不是那个Key 不是刚才那个Key 有一天我还要开山公Key 没有免费 以后有什么问题 自己打给我 不用怕他们 可以救护